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風車這個東西呢 它就因為它的制度不佳規範不全 然後造成就是說我們 當地的那個鄉親 它必須要在就是 已經要蓋了它才起來抗爭 正常的救急管道上面都已經沒有辦法了 所以他們才用 從頭到尾都是用和平的 然後非暴力抗爭的方式 然後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那例如說就是 我們只是和平靜坐在那邊表達訴求 但是到目前為止已經有 41人次的人被上銬 然後移送 然後總共有13位 13位的人 就是他們可能有被重複起訴 這13位的人他可能被因強制罪 然後被因妨礙公務 這樣子的一個理由起訴 但是事實上他們都沒有達到 就是那個法條所宰明的那個就是 那個要件 他們就這樣子 然後檢察官就起訴了 現場的檢查用另外一種方式 他們就用保護管束的方式 他們聲稱說這些抗議者有 自傷傷人之余 所以他們具有公共危險 那他們就會把那個現場的那個抗議者 帶到警察局 然後關就是隨便他想要關多久 關到可能關到天黑 關到當天的施工結束了 然後他才把人犯回來 例如說6月13號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警察的暴力 有一位相親 他被警方脫離的時候 就是血流入住了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在身上有綁有鐵鏈和平靜坐 然後警察的處理方式是 用力的硬扯那個鐵鏈 可能扯到他們的脖子 扯到他們都呼吸不過來了 那用這樣的方式就硬把他們脫離 那或者是說 那個 那個 就是 在那個現場 然後車窗搖下來 然後把手伸進來 把鎖打開 把車門打開 把人拖出來 然後 把人移送之後 告你強制罪 那 那個人完全沒有一個人 就是那個犯罪的一個要件 就是負責施工的英華衛公司 他們有請保全 那這個保全他們就 那個 會私下暴力的對待 對待那個 抗議者還有學生 但是他們的那個處理方式是 整排的 有張照片 整排的 整排的背對現場 然後完全不看那個保全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假裝沒看到說 保全沒有做 我們的同學 在現場 提出 相關的抗議 相關的訴求 手無寸鐵的情況下 竟然會被 拖 拖刑 靠上手銬 用這樣的方式來對待我們同學 這個還是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嗎 檢察官就用 申請檢疫判決處刑的方式 連給他們一個在法院抗辯的機會都沒有的方式 就進行希望法院直接判決 所以前陣子我們都要求法院要重新 這個進行真正的審理 那目前法院在好幾個案件已經開始這麼做了 不斷的這個抗爭抗議的事件的發生 其實就是我們國家的民主化不夠 我們民主深化沒有讓公民有一個法制制度性的一個參與的管道 很多環評的案件都是一接環評就通過 二接附有這個公民參與的這個參與的管道呢 常常在公部門便宜行事的情況下 就匆匆的一接有條件通過 然後不願意讓居民參與一個公共政策 或者是公共事務的討論 便利反風車事實上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它的環評也是一接就通過 很多苗栗的居民 當地的居民都是因為開始動工才知道說 我們這個家鄉正在面臨這樣的一個事情 正在要進行相關的工程 我相信這個在台灣各地都是這樣 比如說台東的美麗灣已經蓋好了 才要開始環評 比如說台南台北桃園各地都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這些事情事實上我們希望的就是說 我們法務部應該要從怎麼樣 讓民眾參與法制化這個角度來出發來著手 而不是單純的接受了嚴署書說要送上去長官批示 長官批什麼事呢 如果今天法務部長搞不清楚目前台灣面臨的現況 目前民眾參與的法制化根本就沒有建制 我相信這些各地的抗爭事件還會陸續不斷的發生 如果今天司法是站在打擊打壓民眾發言的一個地位 把這些對開發有意見的公民就於起訴就於判罪的話 我相信台灣又會重新進入另外一個戒嚴的時代 相反的如果我們的司法我們的檢察官能夠發現說 他們受到這些不良的財團的策略性訴訟的運用 他們受到一些不良的開發案的一個影響 然後提起了這些訴訟應該要有一個明快的一個決斷 我認為法官跟檢察官應該要了解 我們目前台灣的這個民主進展的過程中 不應該任由不良的財團把持我們的司法資源 讓我們的司法資源變成在服務財團 讓我們的檢察官跟警察是在服務一些不當的開發案的一個進行 我們希望司法院不只是法務部都應該重新的審視 我們國家加入的這兩公約 是不是應該落實民眾參與的這個機制 是不是應該讓民眾如何確保他們的生存權 他們在經濟、社會、文化、人權公約 以及這個公正公約上面所賦予的權利 因為我們所學的這個依法行政 事實上它的核心價值是在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 目前所謂的法治國原理或者是說法治國家 它基本上是相寄售於歐洲的一個法治的一個歷史 那當時可能就是說國家權力太大 常常侵犯人民的基本權利 所以會制定憲法的意義也就是說 它有兩大不一 一部分是國家這個機關的一個建構 另外一個部分是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 那這些基本權利就是說 政府你在怎麼做任何事情 任何合法的你都不可以來侵犯人民的基本權利 那現在依法行政事實上應該是從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的角度來出發的時候 就是說今天如果說有一個開發案 人民有不同意見 他去表達不同意見的時候 他的基本這個言論自由 他的這個參與的權利應該要被保護 那相反的就是說 目前很多行政機關的做法剛好顛倒 那為什麼行政機關的做法剛好顛倒 就是說 他不是以人民的權利為出發點 他基本上他已經被某一個利益 或者是某一個既定的既有的一個這個權利結構所綁住了 那所以比如說歐洲他有奧爾胡斯公約 有三大要件 一個是要資訊公開 要民眾參與 要有司法救濟 那這三個很大的要件 基本上就在確保人民的基本權利有沒有辦法被弱形 但是目前在台灣所進展中的這幾個情況 事實上都剛好顛倒 就是說 政府機關盡量不願意提供充分的公民參與 甚至在法院那個進行審理的過程中 他甚至要求法官不要把相關的資訊提供給這個人民 就當審視人民的時候 然後民眾參與 沒有任何參與的管道 結果今天很多開發案 民眾在抗爭的時候 都是 喔!環評過了 然後開始要開發了 先前的這個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開發計畫案 曾經跟人民溝通過嗎? 沒有